记者沈泰瑶台北报道,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下乡与各县市首长进行全瞻座谈会,今来到最后一站台北。 对此,台北市长柯文哲不但在昨天受访时,就对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划分一提放套。 今天致辞更直言,没有特别要跟中央要钱,也没有什么特别要中央帮忙, 但政府组织分工不合作是特性,希望能解决行政法令上的小障碍,才不会让政府变成白咖。 台语赖清德致辞则善意回应,举办座谈会就是希望建立管道,缩短中央跟地方的距离,并向一旁的柯文哲喊话, 北市府若有需要前瞻基础的经费,只要寻程序,行政院也不会排斥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左手访时表示,前行政院院长林全森找他谈中央与地方财政华支的问题, 但他自认为钱分的不公平,若中央与地方财政华支很公平,那大家没话讲, 但现在用钱瞻计划这样不公平的分钱方法,然后说要讨论中央与地方财政华支, 他就会翻脸,柯也说中央与地方财政华支在立法院谈了21年,该处理还是要处理,制度应可长可久。 今天下午行政院长赖清德率领行政团队与北市府针对前瞻计划, 长照二零本两大重要政策进行座谈, 柯文哲至此时劈头就强调没有特别要跟中央要钱, 但台北市多项政策走在前端,不过在推行时应前, 社道中央法令常会卡关,他认为这是法律很难全程一体适用所制, 所以当台北市至爱难行时,往往需要中央用专案计划解套, 柯也批评政府组织长大分工不合作是个特色, 跨部会协调耗时耗力,怕能借由今天报告的个案问题中看到通案问题, 这种小小的障碍累积起来,就让政府卡卡的变歪卡,台语, 除此之外,台北市没有任何需要中央帮忙之处。 赖清德回应,这次举办座谈会,除了解决前瞻跟长照两大政策, 县市政府面临的问题,也希望建立管道缩短中央跟地方的距离, 提高行政效率,他表示自己认同柯市长所言, 小问题不解决会变成大问题, 另一个目的就是建立管道,让中央跟地方共同合作,解决问题。 至于可文哲执法令因负面表列,赖清德说, 新政院国法会也持续推动法令修正, 赖清德夸赞北市府财政状况展现, 也展现首都城市的格局,随即画风一转说, 对于北市府有需要前瞻基础的经费, 只要寻程序,新政院也不会排斥, 因为前瞻基础建设是每个城市都有机会申请, 也欢迎北市府针对前瞻的各项计划提出申请, 如果合乎标准,新政院会予以支持。